回程的车里伴随着徐徐海风 两人都默认了彼此的关系 而后的几天里 拓海一直沉浸在 心色懵懂和回忆 久久不能忘 即便阿木把拓海带上丘明山 也才后知后觉到的不胜 阿木提出让拓海教他开车 拓海也不愿意答应 在练车下山的路上 突然出现一段无速之风 险些导致自己搬车 拓海看对方做出如此危险的挑衅 一向怒 从阿木的手里夺过驾驶圈 想要给对方一些教训 接过手后感觉车况有点奇怪 不过在气头上没顾太多 随后凭借多年的外卖经验 让对方付出了沉痛的教训 回到家后 阿木仍无法通过刚刚激烈的场面 再至第二天也未缓过山岸 在阿木父亲口中得知 家中的八六并不是普通的车 而是经过父亲精心调配过的车 拓海此时也开始对赛车颇感兴趣 随后夏树找到了拓海 去到公园散步聊天 夏树自理行间 提及了想要拓海 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如果肯努力的话 将来一定有机会 能成为世界级的赛车手 人最重要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人生才有意义 拓海 我想赛车 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此时的拓海 并不知道夏树 对他所说的意思 紧认为 夏树让他尝试 做一名车手 晚上拓海来到秋名山 并看到了正在改车的梁介 梁介给他普及了一些 改造车的知识 也告诉了他 他父亲调配的A86 是多么的完美 随后 拓海便下山了 在下山途中无意间 被前些天挑衅自己的车手碰见 毫无意外 车手今天再一次的挑衅他 但A86始终是送货车 性能远不如专业赛车 在直线加速的路段里 拓海为了追上对方 油门都踩进油箱里 人无法超越对方 由于发动机长时 超负荷运转 导致发动机爆缸 而输掉了这场团 对方上前 对拓海无情的嘲讽 让拓海第一次 尝到了赛车的破败感 随后 也在父亲口中得知 夏树回乡下两个礼拜 刚输掉一场比赛的拓海 在最需要亲属时 心爱之人 却无法在自己身边陪伴 失落的心情 顿时涌上心头 这样的状态 持续了几天